可以吗 好了 我现在来了 我们要来证明这个堪根定理 要保证有一个点 有一个点X0 只要我的FA跟FB是不同号 那我就一定有一个X0 FX0是等于0 换句话说 中间在AB区间里边 在AB中间一定有一个0点 那我当然可以讲是FA小于0 FB大于0 那我要说中间有一个0点 那怎么说这个事情呢 我要用到前面的这个Lamma 那事实上如果我FB是大于0的话 我就可以保证呢 B附近呢 也是大于0 FA小于0同理 如果FA小于0 看负F的这种看法 我也可以保证 A附近一定小于0 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考量一个集合 我要考量一个集合 那 这个集合是什么 是X在AB里边 使得FX小于0 绝对小于0 我再写一遍 我再写一遍 我是考量这样子的一个集合 那这个集合呢 是非空的 那我们起码呢 有一个 有一个 我叫做Delta吧 就是利用前面的定理呢 我知道这个集合呢 是起码 有一个A到A加Delta呢 是在这个S里边 我就定义就是 所以它是一个非空集合 然后 它当然是有界 它不能超过B嘛 它最大就是B 它不能超过B 所以 我就可以利用这个 Completeness Axiom 完备性公理 这个S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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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是存在的 它是一个实数 而 你这个实数函数值是什么呢 那个点我就叫做X0 而这个点它的函数值 它是所有负值的那些X的一个 所谓的极限 实际上某一个点的极限 但函数值当然是等于0嘛 我当然希望它是这个样子 所以 先锁定你的目标 对不对 Completeness Axiom 保证 有一个目标在那边 然后 我就可以 想办法去证明 它的函数值就是0 那就是我们想要的那个点 当然想要的 事实上有可能有几个选择 我们不知道这里是怎么样子 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但是起码呢 就是一个点 所以 比如说是这样子的一个图的话呢 我的S是什么 我的S这个区间 再加这个区间 再加这个区间 是这个意思 你要想清楚 但是我们事实上不大管的 所以利用3等11呢 我知道就是存在一个delta大于0 使得我的那个A的A加delta呢 是都是在S里边 换句话说S非空 然后 然后那个B减delta B这个区间呢 跟S一定是交空 那换句话说 好 那我就 我的意思就是说 所以呢 我的S呢 事实上是 一定是 一定是在这个A跟B减delta之间 那它是bunded 利用这个conflinous axiom呢 完备性公理 完备性公理说什么 我们有上界的话呢 必然有一个最小上界 必然有一个最小上界 那这个最小上界呢 我就叫它是supremum 我就是说 x0等于supremum of s 是存在的 它是一个时数 那所以这个是我的第一步 我的第二步呢 就是要说明 我的 我要说明 fx0 正好是等于0 作为一个最小上界 它小一点点 就不是上界了 所以我事实上呢 很容易可以找到一个sequence 是在s里边 趋向这个x0 是不是 我可以找到一个sequence 在s里边 是趋向 x0 利用这个最小上界的 性质 我当然可以这样子说了 我再小心一点 是这样子说 第一个 fx0 不会是小于0的 换句话说 它是大于等于0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如果它是小于0的话 我在利用这个三等十一 它附近也要小于0啊 我存在一个我叫做delta1吧 使得fx呢 从x0减delta1到x0加delta1 都要小于0啊 那这样子你就不是supremum呢 你有比你大的点 它都在s里边 是不是 是0点delta x0加delta 是一个s的subset 所以这个是矛盾的 所以这个是矛盾的 矛盾什么 矛盾x0就是等于supremum s 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 换句话说 fx0呢 一定要大于等于0 那就好了 我这个sequence呢 就可以 我就可以这个sequence就会成了 因为对于所有的epsilon 我take n分之1 我就会找到一个xn在s里边 使得这个xn呢 是大于x0-n分之1 是小于x0 它原来是 它小一点点的 原来是小于等于的 那现在呢 x0是不在s里边 所以这个 xn呢 是不可能等于x0的 那 这样子的xn 当然是会 收敛到x 那就 我们的f呢 是连续函数 所以fxn 就收敛到fx 那每一个fxn 是小于0的 它是在s里边 所以它的limit呢 就 就小于等于0 我说 这个是x0 x0的函数值 一定要小于等于0 它是一堆的xn 的一个limit 那 这个点 跟我前面所说的 fx0是大于等于0 然后 现在我要说 fx0是小于等于0 那 这两个合并起来 就是强迫 fx0 就要等于0 那 就做完了 好 所以这个是3.9的 第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是要用什么呢 这个方法基本上是用了completeness axiom 好 这个是completeness axiom的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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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key point是在哪里呢 key point是在这里 key point是在这里 我找到一个xn 那 我要先将它 剥除就是x0 不会在s里边 因为如果x0在s里边 我这个xn是找不出来的 我的xn是找不出来的 那利用3.11 我说x0不可能是在s里边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它小一点点 就会有一个s的元素 这个元素不可能是x0 所以是另外的一个元素 那这个元素是小于x0的 那然后我再近一点的话呢 又有另外一个元素 所以这些xn是不一样的元素 那然后它是收敛到x0 所以我的整个论据呢就成了 所以这里有一些细节在里边 要小心看的 要小心看 好不好 好 这个是完全全属的completion 你就是想办法造一个集合 然后它的supremum 就是你的目标 然后这个supremum 就是你想要的那个性质 是 对 对 存在一个delta 是的 这个a已经是左端点了 所以 所以 你事实上这里是 你可以说是交定义域好不好 那 你的 你就这个 这个 你 a 减少的话 函数没有定义啊 不能讨论的了 好 因为它在这个a这个点字上是走连续的 是不是 是走连续的 所以我们只能 我们连续的话呢 是应该是要这样子说了 for all x 在交这个1 x在第一域里边 然后x跟x0 差异小于delta 函数值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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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子 好 我这个第一域呢 很多时候都不写 因为我懒惰 那但是 某一些时候呢 它是重要的 好 B B就是取这个 也是右边没有定义啊 所以B是取左边嘛 不是吗 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它是大于零啊 所以它不可能小于零嘛 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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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写错了 还有没有问题 好谢谢啊 挑出一个毛病出来 可以啊 可以啊 那这个呢 是 这个证明呢 那个方法是有点technical 有点技巧性 那 但是呢 比较好写 我们要给的第二个证明呢 是比较直观 但是要写得清楚呢 是比较烦的 不过 我就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我写了一个简单的 比较简短的证明 是比较直观 但是呢 就是 写出来呢 会麻烦 就是那个区间套定理 你只要区间套定理 一写出来就是很烦的了 图画是这个样子 图画是很简单 就像我猜 你们老师说服你这个堪根定理是怎么样子做 你在高中的时候 应该就是 老师有没有说服你们 有人在回想 老师有没有在说服你们 这个堪根定理是对的 要的啊 我们不认数学是什么 不认数学是算答案吗 啊 我们数学是什么 是算答案吗 那些理由是 都是记下来的 人家说的 说了就相信他这样子 不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就是要想一想 为什么他是对的 探根究底 是不是 这科学精神就是这个样子 好 你看看他是怎么做 假设FA小于0 F1大于0 我看终点 那这个函数指使小于0还是大于0 那如果他小于0 他可能在这里 我就有 我一直呢 要找一堆的区间 区间套定理 我要找一堆的区间 他是左边是负的 右边是正的 所以我的第一个区间 是这样子 第二个区间 我看你中间是什么 譬如说你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是我的第二个区间 这是I2 然后再切 你的号在哪里 如果你这个在上面 我的第三个区间 I3 再切 第四个区间 一直下去 都是一负一阵 一负一阵 那如果我幸运的 譬如说第三个区间 切第四刀的时候 刚好这点是0 那就完了 我就找到一个0点了 如果他不是的话 我这个一阵一负的 这个态势呢 一直可以延续下去 我就有一个区间套 每一个长度 是一半一半的这样子 去伸延下去 然后都是左方小于0 右方大于0 是不是 区间套定理告诉我们 这个交集 只有一个点 这个点我叫做x0 而这个点呢 是 左端点的极限 也是 右端点的极限 是不是 可是我的f是连续 所以 fan要去向fx0 fbn也要去向fx0 可是fan小于0 fbn大于0 那这个fx0可以怎么走 是不是 他当然是要0 fx0 因为是fan的极限 所以他一定要小于等于0 他又是fbn的极限 他一定要大于等于0 两个同时要成立 他就是要0 这个非常自然 不是吗 你找根不是这样子吗 看看中间那个点 看看是不是正的 然后再有一阵一阵再找 有一阵一阵再找 有一阵一阵再找 找到最后 你是越来越接近一个零点 这个是一个数值方法来的 我们用数值用电脑去帮忙找根 也是这样子找 这个有名堂的 这个叫bisection method 二分法 确实是这样子找的 这个证明是一个非常直观 那然后可以帮助我们去实际上 实际上可以操作的 可以帮助我们去找到 起码是一个近视值 对不对 我找到这个an跟bn 越来越接近 那譬如说他们是小于0.001 他们差异小于0.001 我做了100步以后 大概应该可以做得到 那差异就很小了 2的十方已经三位数了 1000 那做十步 我就可以保证它是 如果原来差异是1的话 做十步以后就差异0.001 小于0.001 那就一定有一个根在中间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一个可以操作的 一个方法去帮助我们 找到这个根 叫bisection method 好 所以我写一写这个证明 所以method 2 就是所谓的 Nested Interval Theorem 好 我就也是一样 Let fA小于0 小于fB 那我就 我这里不写的那么 清楚了 我就一词 就是 好 这个是N-1 所以这个是 用区间套的方法 区间套定理的方法去做 我们就构造一堆的数列 一堆的区间套 那它都要左方是小于0 右方是大于0 然后呢 它是一个套一个 然后它的长度是 因为是二分法 所以呢 每一次是砍一半 每一次是砍一半 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 我这样子做下去的话呢 某一个 FAN等于0 或者是某一个FBN等于0 for some N 这我们就成功了 好 但我们的命题就是它有一个零点嘛 那这个X0就等于这个AN或者是BN 那否则的话呢 否则的话呢 否则的话我的 一直都是 所以是 对不起哈 我这里是应该是要 有可能相等的 他们有可能相等 那 否则的话呢 他们就是 这个绝对不等号 Otherwise呢 就是我这个不等号呢 是永远成立的 那这个时候呢 是for all N 我的区间套定理就可以 我有一个系列了 我的区间套定理呢 就OK了 NIT 区间套定理 那我的交的IN 只要等于某一个X0 Singleton 其中呢 这个 X0呢 就是要等于limit AN 也要等于limit BN 而 F是连续 所以 Fx0呢 是FAN的limit 它也是 NIT 那就 好了 Fx0 既要 小于等于0 也要大于等于0 就是 强迫它 一定要等于0 那就是 我们的 定理的一个简单的叙述 这个图画比较重要 怎么切 怎么切 你切到是左腹右正 我们今天在第三个定理 就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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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这个 这个 这个 或者这个 看跟定理 当然 我已经说过了 它们是等价的 那 我就可以 说明了以下的东西 它们是非常重要 而且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联系函数呢 它一定要将区间 如果它的定义域是一个区间 那它的值域也是区间 这个区间是开的还是闭的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我可以举几个例子 给大家看一看 比如说nx等于sinx 我们是将整个r楼引过去 反正它就是负1 1之间震荡 这个是sine函数 所以它们是 这个是一个区间 b区间负1 那如果我的fx等于x平方这样子 它的定义域也是整个r楼 它是大于等于零 它最小就是零 这是一个帕物线 它最小是零 最大就是无穷 刚才有同学问 这个是开区间还是闭区间 还是两个都不是 这个我们归纳成闭区间 它的余极 是开区间 它的余极是开区间 这个是帕区间 在无穷那个地方 无论是开还是帕 都是开的 无穷不是一个时数 我们就是 这个是一个符号来代表 有两个认定 第一个认定就是 你的余极是开的区间 第二个认定就是 你里边的数列 你里边数列走 它的极限也是要在这个 这个集合里边 对不对 那这个在这个认定底下 它就是一个帕区间 是 比如说是这个 这两个都是帕区间 这个是不一定的 f等于x分之一 它整个地域不是一个区间 但是如果你限制在一个区间里边 比如说 你限制在正的大于零的 这个区间里边 它确实一个区间 是 林无穷 开区间 它引过去 林无穷是开区间 所以 帕跟开 我们不确定的 但是反正就是 区间 是这样子 我还有一个是整个的 对 比如说是这个 这个也是有趣 R tangent x 是这样子的一个 它是将整个 R 引过去是 负的二分之π 到正的二分之π 这个是一个开区间 好不好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 不同的状况 但是 都是区间去区间 而 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这个理由就是 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性质 就是因为 堪根定理 或者是 中间值定理 哦 要了解这个连续函数的性质 我们事实上是要先认定什么叫区间 因为有这么多的种类 我这里有大概两三 事实上都是两种开跟壁 我还没有一种半开半壁的那种 我当然可以照出来了 譬如说我这里可以说照到半开半壁 譬如说我这里是零无穷 对 就是零无穷 零无穷 它的就是这一块 所以函数值就是零 二分拍半开半壁都有的 那这边是区间啊 我没有说是开还是壁啊 那都有可能的 所以要认定这个区间呢 我们有一个抽象的定理 我们呢一个区间呢 事实上有九种的状况 比如说 比如说我这里AB呢 在我们这个课来说呢 AB一般呢就是实数 AB是代表实数的 我们不包含无穷的 那所以这个是所谓的有限的区间 我们有四种对不对 但是如果AB是这个区间呢 是包含无穷的话呢 那这边就一定是所谓的 可以开的了 右边当然是这样子写的 那左边是可以开 可以B可以开 那然后负无穷的也是一样 所以是八种区间 我们再加一种 总共有九种 我可以说是九类的 那我们呢 有一个Lamma 3.13 这个Lamma说什么呢 就是 无论 这个Lamma我们叫做一个刻画定理 无论是你九种的哪一种 你都有一个性质 那个性质是说什么 随便在1里边选两点 我都可以比较大小 一大一小的话呢 它中间的那些点呢 什么叫区间 就是这个意思 你的 譬如说 你是半开半壁的 这个AB 我随便选两点 里边的 区间最重要 就是中间没动 里边的 这个集合是什么 这个集合是所有的 T在L里边 然后T是 大于等于X 小于等于Y 这个集合 里边的每一个点 都要在1里边 那它就是区间 是这样子 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 Lemma 将这九种的区间类别的特质给它抓出来 而且这个是一个弱且为弱的 那应该当然也是 也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区间事实上就是 它是中间是没有动的 事实上你可以说是中间是没有动的 任何两点 它所有中间的时数 借于这两点中间的时数 都要在这个集合里边 它就是这个区间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端点在不在 就是不大重要了 那端点在的 就是所谓的B的 端点不在的就是开的 只是差这个而已 是这个意思 利用这个Lemma的话呢 这个Lemma我大概星期三才来证明 那但是我首先呢 只先看看这个所谓的大图画 就是它是Map Intervals to Intervals 好 我来证明 已经不难的了 好 已经不难的了 是 我是要证明 这样子的一个命题 不如我就在下面给它证明吧 好 好 我们来证明这个3.12 那当我们对Interval有一定的认知的话呢 就OK了 当然 我先将这些所谓的具体化 我另一个 Led1呢 是一个Interval 就是I 所以我要证明事实上就是 我的F of I 这个集合 也是一个Interval 好 这个是我要说的 所以 我就随便想 随便选两点 Led1 那这两点呢 是在这个集合里面讲的 所以呢 它们的元素呢 本来就是一个Fx Fy 在这个I里边 然后呢 and Fx 譬如说 它是小于Fy 我想如果我写 这个是A B的话 不是大家更感到亲切吗 那 是不是 所以随便想两点 Led是随便的 随便想两点在这个集合里边 那 当然记号就是 它们都是函数值嘛 某一点的函数值 所以是FaFb 那 其中当然有一个比较大嘛 好不好 它可能相等 它函数值可能相等 那 如果它是相等的话 Sorry 我 再来一次 我这个要擦掉 等一会我再写一遍的 现在前面要讲一点东西 对不起 再来一遍 我要说它是一个区间 我要分两个case 第二case 它刚好一个点 那这个就 就tribute了 这个点那当然是等于 我这样子写吧 这是singleton 这等于cc 这个当然是一个区间 是一个b区间 那然后 第二个case 我才来讨论 如果它多于两个点 存在一个fb 存在一个fafb 在这个fi里边 那然后呢 不相等 它多于两个点或者是等于两个点 它有多于两个元素的 那我就随便选 假设fa是小于fb 那这样子的话呢 对于每一个c 它们中间的一个 它们中间的一个 任何一个时数 我都会有一个x 在i里边 使得fx是等于c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的 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 告诉我们的 两个函数值是不一样的东西 随便中间的一个值 我都有一个x 对照着它 那这个图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随便一个 一条线 你都要经过这条线 而这个就是我的x 这个是我的c 是这样子的一个图画 那说明什么 说明就是我的fa 我这个c 如果等于fa的话 是不是也是对的 等于fb的话 也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它等于fa的话 这个x就是a 等于fb的话 这个x就是b 所以都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的fafb 所有中间的 所有中间的那些时数呢 它整个p区间 都是在fi里边 因为我这个c 有一个fx等于c 换句话说 这个c呢 就是在fi里边 那上面所讲的就是 就是这句话 所有fa跟fb的 那个b区间里边的元素 都是指在fi里边 那但是这个 就是我们前面的那个lama 所叙述的 随便 我是随便的 随便两个点 fa跟fb 如果我发觉 有一个小于另外一个的话 它中间的东西 都要在我的集合里边 则 这个集合 就是一个区间 这边 这个就是3.13 给我们保证 它一定是对 那这个我们有一个名称的 叫做刻画 就是区间的一个刻画定理 characterization theory 是这样子 我们这个呢 事实上是可以追下去的 我还要写一写一个定理 我这里呢 还没用到这个extreme value 我可以写一写一个定理 如果跟extreme value在结合呢 事实上我可以做到更好 就是 3.14 说什么 就是 一个连续函数 这个应该是corollary corollary 3.14 是 一个连续函数 maps 有界P之间 有界P之间 引过去的话呢 一定也是 有界P之间 好 它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 你可以说3.12的延续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给大家看一看 它保持有界P区间这个事情 你不要觉得它是很简单 如果你不是有界P区间的话 这个形态就可能是不一样的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譬如说 就是fx等于x平方 我们的power线 那你看看就是 你开区间 n-11 -11 函数值是什么 你看一看 -11 它的函数值呢 左边跟右边是一样的 然后包含着0点 所以 你开区间 引过去是一个半开半壁的区间 所以这个形态呢 是 其他的都不一定对的 但是有界P区间 引过去就是一定是有界P区间 这个我要用到这个extreme value theorem 来给我们说明的 我想我今天就来到这里 剩下来的3点13跟3点14 我星期三给它继续 给大家讲清楚 完成了我们这个小节 有关extreme value theorem 跟intermediable theorem的小节 那我们再继续下去呢 又是另外一个均匀连续的课题 那些都是 因为我们的完备性功力而走出来的 能够很严格的说明的一些东西 而且在学理跟实用上面都是重要的 好